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执行完之后呢 回过头来再判断 如果还未处 再反复执行 对吧 这样一个循环 直到表达式变为false 变为false以后呢 我就退出循环 继续往下 执行别的程序 所以呢 这里边 大家注意哦 我们这个一般情况啊 大家去写的时候呢 循环体里边都要写一个 改变表达式的一个语句 让它趋近于结束 趋近于false 如果你没有这个 改变这个内容的话 那么它就会一直循环 对不对 一直循环 跟着死循环了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 好吧 当然除非你确定出来 我就是要死循环 对吧 那就无所谓了 好 那么咱们结合已有的案例 来理解我们的这个循环 循环呢 我们一般用while循环 和for循环 这两个都很常用 当然for循环用的更多一些 for循环用的更多 while循环也不少 都需要你掌握 我们先讲简单的while循环 while循环呢 它的条件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while 然后呢 写个表达式 冒号 在里边呢 写我们的语句 这个比较简单 好 所以咱们呢 先用这个while循环 做个测试 下面这儿呢 是我用什么呢 用while循环呢 打印0到10的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 number等于0 获得一个数 对吧 获得一个number 然后呢 while number小于等于10 当它小于等于10的时候呢 把这个10打出来 打完之后呢 大家看 我让number加等于1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让我们的条件判断 这个表达式呢 趋近于结束 一开始呢 number是0 我这儿打印的0 打印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number变为1了 对吧 变为1 那么我变了之后呢 我就再回到这儿来 我再看 一看 1小于等于10 对不对 好 再打印1 打出来 打出来之后呢 再把这个什么呢 number变为2 再循环到这儿 循环第二次 一到这儿以后呢 2 小于等于10 我再打什么呢 再打2 然后呢 再把2变为1 变为3 变为3以后呢 再回过出来 再看这儿 3小于等于10 好 再把3打出来 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 一次到10的时候 当它变为10的时候 我打印10 打印10 对打出来 打完之后呢 10加1变成11了 当变为11的时候呢 回过头 跑到这儿来判断 11呢 小于等于10是什么 是false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就不要执行了 说明我们的循环 就结束了 所以这里边呢 这句话 就是起到了一个 让我们的条件判断 慢慢的趋下于0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作用 好 那么 打开我们的这个 排场 测试while循环 好 那么 首先我们看一下 定一个变量 对吧 0 然后呢 while什么 while0小于等于什么 10冒号 东西后面 后面是冒号 在这里边呢 写我们的什么 循环体 当然这个循环体 比较简单 只是把这个数打印一下 对不对 只是打印一下 打印完之后呢 第二句是什么 让我们的number 对吧 加1 在c加1里面 有这样加加量的符号 在python里面是没有的 好了 这样我们就结束了 对不对 结束了我们的打印 来 抛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控制台阵 是不是打出了 我们现在的内容 或者如果你觉得 这个换行 太占位置的话 我可以 按 大家记得这个吧 按的 刚t 好 再看 看到没有 循环打印 我输了100都没问题 输了100都没问题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循环 循环呢 当然是一个基本的结构 相当的重要 需要大家很熟悉的 去使用它 我打印一个 简单的分割符 好 然后呢 看我们下一个小练习 干嘛呢 计算 1到100之间的 数字的里加核 这个怎么计算 怎么计算呢 首先 也是要定义一个变量 比如我们叫 No.2 等于0 我定义这样的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们要算 累加核 对不对 我还得再定义一个变量 什么变量呢 就是SUM SUM 我们计算它 所有的 核 用来存储我们的核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干嘛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循环了 while No.2 我们是小于 等于100 对吧 No.2 小于等于100 我们是让这个No.2 是从0开始 或者你从1开始也行 0反正加一次也相当于没加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进行计算 然后呢 加 等于什么 等于 SUM O 加谁 加核 好了 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之后呢 我们看一看啊 大家注意哦 整个算完之后呢 我们的值是多少 每家核多少 这儿咱们还是打一个10吧 简单点 重新运行一下啊 来我们看啊 在这儿呢 大家看 我在这儿有个问题 程序这儿呢 一直在跑 大家看 这儿大家注意这儿 程序一直在跑 我需要把它停止掉 为什么呀 死循环了 为什么 这里边呢 我光计算这个了 没有让我们的什么 number2++ 没有加的时候呢 这个number2 永远都是什么 永远都是0 永远都是0 所以我在这儿呢 还需要干嘛呢 还需要执行一下 number2 加等于1 这跟前面是一样的 好不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呢 才会趋向于条件的结束 好大家看 5050 然后呢 大家看再看啊 这里边我把这个内容 再给大家细说一下 再说一下这个循环 大家看 一开始这是等于0 对不对 number2 还有一个sum 一开始运行的时候呢 写的真难看 一开始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它是0 它也是0 对吧 第一次进来的时候 number2 这等于0 0小于等于100 显然是小于等于 对不对 然后呢 0加0 好OK 算完之后呢 这是不是还是0啊 完了之后呢干嘛 把这个变为多少了 变为1 它现在变为1了 第一次循环 好了 1 再回到这儿来 1有没有小于等于100 显然有对不对 所以呢 这儿呢就 继续执行我的循环 这时候呢 它的值是多少是0 看 它这个值是0 它的值是1 所以它们俩加完之后呢 这个核是多少 是不是变成1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1了 在这儿 变为1 变为1以后呢 再把它变为解 变为2 看懂了没有 把number2变为2 再回过 它在这儿循环 2显然小于等于100 对吧 然后跑到这儿来 大家看 这个目前的值是多少 是1 这个的值呢 是2 1加2等于解 等于3 我就把它变为3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一直存储的什么 就是0加的核嘛 完了之后呢 再把它加个1嘛 2加1等于3 再循环 判断 3小于等于100 好了 在这儿再算一次 是不是3加3等于6啊 那么我们这个核就变成几了 变成6 然后呢把它再加1 变成4 再回回去判断 对不对 然后4加6变成什么 变成10 再把这个值变成5 看懂了没有 所以这个sum呢 它永远都保存了我们这个雷加的核 对吧 然后number呢就一路往上增 增到多少 增到100 然后这个值也是一路记录这个雷加的核 一直到5050 看懂了没有 这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啊 大家一会写的时候也注意啊 一定要有这个条件 条件表达式 以及呢让条件表达式趋近于0的这个内容 要不然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磁循环 好了 这是关于Wile的一个简单的讲解 大家呢 练一下 如果你 对于零基础同学的话 大家刚接触Wile的循环 可能会有一些小难度 我建议呢 你像我一样 把这个循环分析一下 你可能就明 可能就会理解的深刻一些 对于零基础